日前因為印尼埋害的關係 造成新加坡跟馬來西亞空氣污染的問題嚴重 馬來西亞新山慈濟幼兒園 把今年的運動會改在室內舉行 本來以為少了陽光就會失去了熱情 沒想到在室內的趣味活動 反倒讓親子之間的關係升溫 也獲得家長的好評 哨聲一響 遊戲開始 滴滴皆辛苦 由父母與孩子合作 體會水資源的重要性 今年的運動會因為埋害的關係 移到室內舉辦 層層關卡的遊戲 趣味性也不亞於戶外運動會 因為花眼埋他們弄到我們的眼神 還有鼻子 因為花了很多眼埋 因為對身體不好 室內運動會沒有陽光 沒有賽跑 但卻因為空間小 反倒讓父母與孩子 多了一些相處的時間 戶外可能會比較好玩 然後又沒有想到 戶內也是這麼好玩 戶外也有心想 戶外也有心想 過程中不只孩子玩得開心 原家長也玩得不亦樂乎 拉大包綁腳的 那個感覺是 感覺就是很親切 沒有分離樣子 跟著一起合力去完成一個遊戲 完成一個任務這樣子 非常的開心 可以感受我們的那種年新的 父母的跟孩子的那種 新年新的那種感覺 透過遊戲拉近親子距離 也讓家長格外珍惜 最難得的互動 更體會絕佳的默契 大一新聞馬來西亞報導